植物提取物必須兇土服用,保健食法每天2個,進階食法每天8個。 服用腦健能提高腦筋的靈活性,增強記憶力及視力,活化腦細胞,燃緩長者的記憶力,舒緩情緒緊張,提升觀察力及敏感度。 產品查詢熱線55379521 《迷離境界》 《鬼谷女王》 《章羽》 這是第8輯故事,12個故事,講漏了兩個 即是錄完這一個,差不多完結了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或者有新朋友來聽的,可以再聽之前 今天我也很厲害了,由第一個開始錄錄到現在,第8個了 今天我所說的是馬路戒指 下一條大街上高,已經入黑,空無一人 因為是晶月,很多人比較冷,回家了 所以大家是沒有什麼人的 一個很高,一個很大隻,高那個叫燭光,一個叫大石 所以說,人有改錯名,花名是沒有改錯的 你看他們兩個身形,就跟他們的花名很配合 兩個在大街上嘻嘻嘻嘻,好像很開心一樣 走到街的盡頭,他們轉左,進了一條小巷裡 剛剛迎面移的一個黑衣人,很急地向他們撞過來 大石,異話不說,將他們撞到牆邊 觸乾著手伸,打劫,這兩個是流氓來的 我沒有錢啊,你放我走啦,不要搞啦,我沒有錢啊 我趕時間,不知道趕什麼時間 兩個人,上下其手,真的沒有錢 但是在微弱的燈光上,看到他們手上高 有些發光的東西,是戒指 大石一手,搶過戒指 兩個人拔足飛奔,一路走,一路走 這隻戒指,就是馬路戒指 相當值錢,他們把這隻戒指賣給黃老七 黃老七是當地專收拆倉的 壓得很低,但是都救他們風流快活一段日子 所以他們兩個很開心 剛剛在記者出來,兩個人說 哎,真是舒服,很久沒找到這女兒這麼正 兩個人在說,接著竹竿說 喂,不如打個炮吧 剛剛打完炮,又打炮,打煙炮啊 很久沒真的扯過那幾個東西 現在去啦,有錢你也知道啦 沒有錢,哪裡有這樣的享受 他們在說的是吃鴉片 文創的時候吃鴉片是很貴的 是有錢人才可以 他們去到鴉片館,煙館 睡了在這裏 龍床的享受 扯到差不多 埋單的時候 有一個人大聲喊 大聲 竹竿,給我一隻戒指 兩個人 你眼望我眼 不是吧 這麼猛 來到這裏找人 知道我們是誰 那個人 突然走進來 那個人很淡定 就是 早兩晚 打劫他那個 這個人姓沉 很少人姓沉的 不是姓沉 譚 就是人家姓沉的譚 然後不要言字邊 那個是讀沉字 給我一隻戒指 我不跟你們計較 兩個人,理你都傻了 我都不認識你 什麼時候拿這隻戒指 胡說 走吧 做賊的人 沒理由大庭廣眾認自己做賊的 對不對 這個姓沉的 跟他們說 我不追究的 那隻戒指 是我 跟我太太定分的信物來的 我一定要拿回來 你給我吧 很淡定 很冷靜 別人那些 一找到 穿高衣服就打架了 但是我心想 他知道我們在哪裡 他不報官的 他不報公安的 這個人怎麼這麼奇怪 突然 引起糾紛的時候 大石和觸竿 趁亂兩個 砰砰的聲音走出去 回到家 關門 夜晚 唉 今天不知道撞什麼鬼 從來 做了這行那麼久 都沒試過 可以被人找到上門 給回馬路戒指我 給回馬路戒指我 兩個聽到這種聲音 你眼看我眼 不是那麼猛 一看 做賊的 一定比較安全 他住的地方一定上鎖 因為他們本身就是打架劫射 他也怕別人打架劫射 所以他們做得安全做得很好 入門一定上鎖 他知道不會有人進來的 但他聽到這把聲音 兩個人就看門口 就見到一個姓沉的站在那裡 觸竿知道什麼事 口都震了 沒有啊 沒有啊 我們賣了了 沒有啊 我不管你那麼多 我只是要拿回 我生錢 和我太太的定情信物 她是陪葬品來的 我要帶回去 兩個人很害怕 不知道說什麼好 你放過我啦 我想辦法啦 我們真的沒有賣了 我們賣了給王老七 這些不關我的事 是你打劫我 你應該還給我 至於其他人 我一概都不理 也不想知道 你給我 兩個全身發冷 沒辦法 觸乾 這樣包在我身上 你給我兩天時間 我給你拿回來 他看著他 盛沉的 看著他 笑一笑 不見了 大石說 喂 你說真說假 去哪裡找啊 不要說了 睡醒了 黃老七 看著他賣了沒有 拿回來 多少錢 他們兩個都明白 黃老七雖然奸 但是跟他們很熟 有時候他們沒有錢 找不到什麼東西回來買給他 黃老七都跟他頂 給多少錢 讓他們可以圍倒生 兩個快趕去 見到黃老七 喂 七哥 那天 賣給你的馬洛戒指 給我 沒有 走了 都不合規矩 你賣了 不是 這樣 真是撞鬼 給我 你開玩笑 找到好賣家 價錢好一點 不要說這些 沒有 給我 兩個哭的面後 跟黃老七說 跟黃老七說 今早就來遲了 整班 整批 整批 在東北 有個買家 給我整批買了 不是吧 這麼巧 喂 我們做什麼生意的 做老鼠貨 給你現金 貨如輪轉 我才有錢給你的 有人對的 賺到錢就走的 你們自己搞了 那個叫誰 黑皮狗 你認不認識 會不會什麼時候再回來 怎麼知道 這些人 是不是 兩個人 回家 喂 不如我們走 離開這裡 懂得對 快點快點 兩個人收拾東西的時候 又聽到那聲 給我一隻 馬路戒指 一看 星沉的 站在那裡 兩個跪在地上 你原諒我 放過我 我找不到一隻戒指 給你了 我買一隻給你 不行 這個是我和太太的定情信物 也是我的陪葬品 不可以 你兩個想辦法 都要給我 不是我一輩子都會跟著你 兩個 很害怕 但是沒有辦法 自此之後 這個姓沉的 24小時 跟在他兩個人的身邊 無論他走到哪裡 都跟著 而這兩個人在大街上 不停地叫 給我一隻馬路戒指 給我 給我一隻馬路戒指 他兩個是清醒的 但是他控制不到 控制不到他說什麼 做些什麼 因為姓沉的 從頭到尾都跟在他後面 指揮著他的一舉一動 終於 一個月過去 官府來 因為全世界都說他們兩個瘋 運了進去監房 兩個在監房裡面 依然繼續說 給我一隻馬路戒指 我 因為姓沉那個 堅持 很執著 一定要拿回 而竹竿和大石 坐牢 說著這兩句說話 直到老死為止 拜拜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顧法 浴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好 到時候